一个巨大的狗笼里 关着两个赤身裸体的人 他们脖子上戴着狗链 男的一脸平静 女的痛苦尖叫 笼子外的男人 似乎对女人的尖叫很不爽 于是拽紧了铁链 活活勒死了两人 这种恐怖的暴警 在当初黑社会盛行的日本 很是常见 这名凶残的男人是谁 为何笑下如此狠手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故事开始于日本平成时代 在吴源市 两大黑帮围谷祖 与武师子会的纷争 最后以武师子会头目的死亡 画下了句号 其手下爪牙也相继入狱 其中就有得力干将尚林 他在这三年监狱生涯中 受尽了狱警神员的折磨 终于熬到出狱那天 尚林口是心非 对着神员表示感谢 并承诺一定好好做人 随着他的出狱 平静三年的日本江湖 即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尚林走出监狱大门 一众小弟迎上前慰问 本以为他会去潇洒一把 结果车头一转 来到狱警神员的住处 此刻只有神员的妹妹在家 她是一名钢琴老师 送走最后一名学生 尚林来了 为感谢三年以来 神员的慷慨照顾 她将妹妹的眼珠抠掉 并残忍杀害 而后若无其事地 回到武师子会的大本营 尚林看到 周围同伴和之前大不相同 已经没有往日 像狼一般的狠近 这让他很不解 于是找到现在的老大 棉传会长 询问是不是应该 和维股组做个了断 对方表示时代已经变了 过去的打打杀杀 在如今是行不通的 只有把生意做大做强 才能并不屑人杀敌于无形 尚林毕竟是主战牌 对做生意的事 丝毫不感兴趣 而这群只知道 做买卖的软脚虾 早已忘记了往日的仇恨 此刻 为老大报仇的重担 落在了尚林身上 他扭头离开总部 找到了五十子会的合作伙伴 吉田社长 尚林对于这个曾经出卖同伴 靠着警察帮助 成为社长的人 很是反感 于是用传统黑帮的手段 能动手解决的是 绝不谈钱 把吉田的两根手指 剁下来 当作筹码 顺利拿下房地产项目 棉传会长在得知此事以后 将众人聚齐 想化干戈为玉帛 一旁的二把手勾口 看不惯尚林嚣张跋扈的样子 以终于二字指责对方 这一下算是点燃了 上林的怒火 他喋喋不休地 数落着棉传会长 根本没有当老大的能力 在一旁的狗口 听不下去了 直接和上林动起了手 混乱之中 狗口死在了上林手里 而棉传会长也只能 将狗口的死 伪装成自杀 低调处理 另一边 警方的日神渊妹妹死亡仪式 开始立案调查 刑警日刚 听着调查报告 凶手基本认定是 五十子会的组员 日刚常年与黑社会组织周旋 这种杀人手法让他有了些许眉目 第二日 日刚来到案发现场 预警神渊怀疑 妹妹的死与上林有关 由于在监狱 神渊对上林动用私刑 所以才导致其迁怒于妹妹 得知这些消息以后 日刚转身来到叶总会 见到了维谷祖和五十子会的大佬 双方黑社会高层 都认为应该维护 这来之不易的休战 何其生财 日刚也表示 会竭尽全力来保护 在闲聊中得知 上林第一次入狱 是因为杀害父母 由于其父亲日夜酗酒 喝多以后就打上林 而其母亲视若不见 没有挺身维护儿子 这让年幼的上林心里扭曲 最终酿成悲剧 甚至将母亲的眼珠挖了出来 这些信息 加深日刚对上林的怀疑 注意力都在案件上 他丝毫没有察觉 自己被人偷拍 此日 日刚来到了上林家 他直入主题 表示有人目击 上林曾在案发时出现在附近 上林以对方没有搜查令 拒绝回答 日刚来到屋内 发现其手下小弟 在制作面粉 本以为抓住了上林的软肋 没想到 他根本不怕对方的威胁 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最终日刚只能性性离去 想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为了找到对方犯罪证据 日刚联系自己 安插在上林身边的现任姓泰 姓泰有些害怕 不想跟他继续合作 日刚却表示 国际护照都已经准备好 这次卧底结束以后 姓泰就可以去国外生活 如果不然 他没有好果子吃 事已至此 姓泰只能同意 镜头一转 上林带着手下来到 武师子会总部 其一声令下 将棉川会长及其家眷等 核心成员 通通绑架 关进了狗笼 这也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上林知道会长有一批 从国外走私的武器 让其说出武器下落 棉川会长横竖斗士一死 便闭口不言 上林也不再浪费时间 勒死了对方 并随着一把大火 掩盖他杀人的证据 小弟们见会长都没了 于是自立帮派 将武师子会改为上林组 私下里 现任姓泰找到日刚 上林的所作所为 让姓泰十分恐惧 他还是不想再冒着生命危险 继续潜伏下去了 但日刚劝其忍耐 目前没有找到证据 警方无法行动 为了让姓泰安心 日刚把刚办好的护照 交给对方 镜头另一边 记者高板为了能发表大新闻 找到了日刚 想打探三年前 是不是日刚 缩使维谷组组长之赖 杀了武师子会会长 并表示对方的一举一动 都在监视之中 日刚见高板 像个狗皮羔羊一样烦人 暗中找维谷组的人 教育了对方一顿 这使得高板非常气愤 将这些消息告诉了上林 得知信息后的上林 变得警惕起来 同时也对组织里的 新面孔姓泰很是上心 这日他给姓泰安排了一个任务 去绑架日刚的家人 为了能让姓泰 老老实实地做事 丧心病狂的上林 给他打了面粉 纵使姓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也没有出卖日刚 硬着头皮向上林汇报 日刚没有任何亲人 上林对这个答案 显然不满意 一脚将其踢倒在地 毒打一顿之后 不由地怀疑起他的身份 丁安氏直接干掉日刚即可 姓泰没有办法 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他来到日刚最喜欢的小酒馆 双目呆滞的看着前方 日刚见对方状态不对 留了个心眼 低头一看对方 掏出一把手枪 吓得日刚一把推开姓泰 转身就跑 姓泰紧随其后 二人兜兜转转 来到一处小巷之中 姓泰举枪将日刚压在身下 就在开枪之际 一辆警车驶过 日刚反身推走对方 但随后又被缠上 就在争夺手枪的时候 突然走火 日刚硬生倒下 而姓泰慌张逃走 重伤的日刚被抢救过来 他决定将计就计 对外宣布 他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以此来骗过上林 让姓泰得到对方信任 在上林家电视里 传来刑警被袭击的消息 一众小弟为姓泰请公 但上林对此仍持怀疑态度 认为是对方二人 联手设的局 姓泰为自证清白 手起刀落 切下小指 以表忠心 上林不再难为他 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 当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便很难消除 姓泰自认为已经安全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考验 在等着他 这天 上林计划凌晨 对维谷祖大本营发动进攻 姓泰将这个消息告诉日刚 时间紧迫 日刚拖着重伤的身体 来到目的地 并在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 准备将上林组一网打尽 另一边 上林安排小弟们乘车先去 自己则驾驶摩托车 抄劲道 来到维谷祖 果不其然 上林发现了日刚 将日刚拉出车外 就是一顿暴打 大雨遮住了声音 警察们丝毫没有察觉 身体有恙的日刚 毫无还手之力 原来这波上林在大气层 他始终不相信姓泰 所以不会进攻 维谷祖大本营 此行目的就是为了处内奸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表明是日刚杀了初代目 因此他没有下死手 最终日刚摁响了汽车喇叭 当警察闻讯赶到的时候 上林已经逃之夭夭 日刚挣扎着站起身 准备去救姓泰 但此刻的姓泰已经身陷重围 最后属于上林的枪下 身上的伤痛 现人的阵亡 又被对手如此羞辱 种种打击让日刚非常挫败 警长错根本不听他解释 直接不让其参与调查 灰头土脸的日刚离开警局 正好碰到记者高板 日刚不由分说 就把姓泰的死怪在他的头上 准备揍他一顿 而对方的一袭话点醒了日刚 深渊案这么久都没有进展 警方如此无作为 不就是希望局势动打 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价值 这种理论日刚第一次听说 脸上写满震惊 为探究真相 他来到警局的物证科 调查后发现 原来在神渊妹妹体内 有上林的DNA 光凭这一点足以让他入狱 物证科的警员 见隐瞒不下去 只得全部坦白 这一切都是警方总部的命令 从一开始 警方就希望上林胡作非为 让黑社会两方自相残杀 事情一切都明了 日刚决定为性态复仇 这日他找到高板 说明来以后 希望对方能写一篇稿子 将神渊案的真相公布于众 同时控诉上林组的狠辣 以及警方的不作为 这果然是重网新闻 直接上了头条 警长从看后 捂着心脏 上气不接下气 直接隔日刚的指 上林知道以后也不演了 夜里叫上组织里的人 全体出动 对维固组大本营发动突袭 是时候来个了结了 就在上林组行动的时候 警方也得到情报 此刻日刚低着头 戴着手铐 忍受着领导的数落 可以听到上林组有新动作时 直接来了精神 一把抢过同事的配枪 从二楼窗户一跃而下 开上警车 前往围固组总部 所对着手下发了一通脾气以后 也带了人尾随而去 镜头来到围固组 上林开着一辆大卡车 直接破门而入 巨大的动静 引起围固组成员的注意 双方顿时开始火拼 有枪的开枪 没有家伙神的 举着铁锹木棍往前冲 拳拳倒入枪枪见血 场面顿时混乱不已 彼此的怒火都压抑了三年 此时 金筹旧账一起结算 不一会儿 双方死伤过半 这时一辆警车突然出现 众人纷纷必让 上林一看原来是日刚 于是独自上车 一脚油门离开现场 日刚也紧随其后 伴随着引擎的咆哮 轮胎与地面摩擦 发出尖锐的扰胎声 穿过隧道 日刚开始提速超过上林 打算在路口处 用车拦住对方 上林也不怂 直接冲了过去 巨大的撞击将上林掀搬出去 日刚定了定身以后 拿着枪向上林靠近 谁知 他这都没死 猛地从车后窜出 拿着刀向日刚砍去 好在日刚有手铐的阻拦 这一刀没有扎中要害 他随后一脚击退了上林 捡起身旁的枪 将其打倒 再补一枪时 发现没有子弹 场面顿时两极反转 上林突然抱起 将日刚击倒 随后 捡起一旁的刀 重重地砍在对方身上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日刚毕竟是警察 有着良好的搏击经验 最终把刀插入上林的铁队 此时 索欧带着警察赶了过来 只见两名警察 架着上林 就往车里走去 日刚一把掏过索欧的配枪 连开三枪 将其送走 一旁的索欧都看傻了 反应过来的时候 日刚将枪还给了他 脱力地躺了下去 事后 日刚由于使用上级的手枪 射杀罪犯 警方无法公之于众 只能将此事隐瞒 同时 被调到郊区 继续干着小警察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孤狼之血2 是一部不错的黑帮片 日刚想成为一头狼 最后变成了一只凶犬 再如何狂吠 也只是一条狗 上林是一只凶性的狼 而性态离狼只差一步 三人完美地演绎出 这部狼与狗物语 不过 在剧情上略微有些瑕疵 开始的上林为老大复仇 表现得有情有义 但后面却为了毁灭一切 人物利益有些许矛盾 日刚后期知道 自己被人当枪使了 反而要去与上林决战 最后的打戏 为打而打 确实打得过瘾 但逻辑上再巩固一下 或许会显得不那么突兀 总的来说 是个值得一看的片子 是个值得一看的 我感谢大家的观看 对我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感谢大家的观看